看看眼前这个梳着齐刘海 又是嘟嘴卖萌 又是青蚁色剪刀手的杨幂 学生时代的他还真是很敢拍 最近大火的傍晚子头 大秘密早在十来年前 就把他定格在大头贴上了 这潮流引领的真是不得不服 青葱的当年总是让人怀念 如今已经变成体重担当的贾玲 也有过鲜鲜弱智的当年 只不过头上这顶圣灯帽 究竟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的当年 都会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 瞧瞧国民欧巴宋中击 这么多年过去了 娃娃脸上还是没留下什么痕迹 如今以为人气的高圆圆 不管怎么拍 颜值也始终处于一个稳定的高位 当然有颜值也不代表 在造型上可以任性 看看当年披着金色中长发的寒羹 顶着米老鼠发型的李冰冰 或是杂草丛生的赵薇 要是再来一张沙玛特大合影 是不是连你都有一种 想要毁掉这些照片的冲动了 不过再怎么不忍之事 只要拍戏需要 也得说牺牲就牺牲 还记得新华路放里的那个 沙玛特女孩只有多余吗 跟山楂树里青春可人的静秋 哪里像是同一个人 我们今天不做生意的 你是那个克里斯蒂娜是吧 你谁啊 咱们温婉动人的志玲姐姐更狠 你们不是说人家是花瓶吗 你见过哪个花瓶女演员 敢顶着光头出来的 娱乐牧场 你们